氣壓避震器跟一般的避震器 一般的避震器上面是彈簧 那它變成這個氣包 阻尼基心的部分在下面 只是上面原本是彈簧的這個地方 變成了氣包 所以就叫做氣壓避震 氣壓避震還有分成打氣泵跟卸壓法 還有氣壓避震器本體 這三個要看哪個東西壞掉啦 因為有時候 如果你一直漏氣的情況下 打氣泵一直打 打久那個打氣泵也會壞掉 因為水到沒來啦 就跟你一天八次之後 你用第九師你也不行 嗨 道命 各位 今天教你們 迴規停車 沒有啦 今天我們早上出門的時候呢 發現我們的 凱燕Turbo的避震器掛掉了 所以不得已只好停在路邊 好險重點是好險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做避震器耶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 但是 我們還是要想辦法找拖車 先把車拖到保養廠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不是演的喔 這真的避震器掛了喔 有沒有看到 它摸到裡面了啦 你看它硬開過去真的不行耶 所以我真的只能停在這裡 這個車是凱燕Turbo 958 新車售價當時500多萬 但是是12年前500多 劉惠森 12年前500多萬 你知道有多少錢嗎 換當你現在經過通膨 大概5000多萬了吧 沒有啦 可是現在凱燕Turbo要1000多萬了吧 應該要喔 要1000多萬喔 反正這個壞掉了啦 好險剛好遇到我們做避震器 所以不用怕 給大家看一下 突然機會教育一下 如果避震器到這個狀況 都不要再開 因為我剛剛在開的時候 已經有扣扣扣的聲音 已經磨到了 OK 那我們現在呢 在等拖車 拖車到的時候 我們就去換 避震器了 Let's go 各位 剛剛我們把車發起來了 打氣泵還在作動 所以他又把車打起來 所以我們呢 決定還是把它開過來 可是 現在整個車的路感很重 因為避震器還是掉下去的狀態 而且車子會一直有聲音 尤其是右邊那邊 一直磨到上戶板的聲音 我跟各位講 沒事呢 盡量是用拖的 因為打氣泵它一直在打氣的狀況下 因為避震器破了 它只會一直打氣打氣 然後打到最後打氣泵會壞掉 但是為什麼我們敢這樣做 因為我們打氣泵已經比錢還多了 打氣泵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 我們繼續讓它加速它的自然淘汰吧 好不好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車的壞掉盡量不要開 但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還是可以開一下 只是說打氣泵就很容易壞掉 到到到到 好我們終於撐到了 我們從40開到了內湖 OK 各位我們現在呢 已經到了修車場了 先把舊的避震器給卸下來 看一下到底是什麼原因 欸我剛剛看了一下裡面 其實沒有磨得嚴重 你看那個上面 我不知道你拍不拍到 我們剛剛輪胎不是一直在磨嗎 它是磨外面那個塑膠 可是其實沒有很嚴重 我覺得我們的區域 是不是應該在那邊 是不是好坐在那邊喝咖啡就可以了 不行影片太短 冬謀會剪不出來 幫你留著你去拍一下山景好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邊周圍 修邊際就是一件輕鬆愉快的事情 喝喝咖啡 散散步回來就好了 把剛剛咖啡廳的影片寫進去 沒錯在咖啡廳打電動影片寫進去 不是劉盛 你有看到現在很紅的影片嗎 布哥哥買背件嗎 布哥哥賓士避震器 台灣設計機心Q彈耐用 你有看過嗎 賣屁 看到背件好像都這樣 好再你們看一下 不然影片太短的話 東華不知道要幹嘛 這個是 這個是卡鉗 這是底板 沒有 這個是避震器 那我們這個避震器是這樣 氣壓避震器跟一般的避震器 它一般的避震器上面是彈簧 那它變成這個氣包 這是裂掉是不是 反正它就是上面是彈簧的地方變成氣 其實下面這邊還是一樣是油壓 還是一樣有阻尼 阻尼基心的部分在下面 只是上面原本是彈簧的地方 變成了氣包 所以就叫做氣壓避震 氣壓避震還有分成打氣泵跟卸壓法 還有氣壓避震器本體 你這三個看哪個東西壞掉了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一直漏氣的情況下 打氣泵一直打 打久那個打氣泵也會壞掉 水到沒來 就跟你一天八次之後 你用第九次你也不行 像我一樣 一天八次之後用第九次我也不行 但是氣壓避震會用在比較多功 比如說身高降低軟硬 軟硬是阻尼 身高降低是氣壓 那氣壓原廠一支非常的貴 這個車那個時候回去原廠 前面跟後面加起來40萬 劉生這個車現在多少錢 二三十萬而已吧 幾十萬的車而已 怎麼可能花40萬去修BNT嗎 所以現在好險有我在 帶你們看一下CP值的救星 來 雷射防偽標籤 假的 沒有雷射 反正也沒有別人做啦 所以不用麻煩 只是大概貼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全新的那個副廠件的樣子長什麼樣子 等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我快被咬死了 蚊子來了是不是 我要去裡面休息了 好他們先換一下我去買個樣 我好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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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感覺到很多人在服務一台車就是快 總會有這種打喊吧 賣掉吧 很重要好不好 你看社會上總會有齒文 像我這種齒文就轉動 我沒有拍影片你們怎麼看影片 不是 好各位各位今天帶你們看 機心之間的對決 我們左手邊的一號選手 雜牌機心取名無名 因為雜牌沒有名 再往右一個機心 世界知名品牌 B 不要講世界知名大廠 B開頭的藍色標籤的機心 再來我方機心 玩命 命 接下來是原廠的 原廠的機心 那因為這四個機心 年份出廠還有使用程度都不同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百分之一百的 跟你說這就是一個最標準的結果 但是因為我們都拆下來 都是把它拆下來的舊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測試一下機心回彈速度 因為這幾個都是 氣胞有漏氣 所以拆下來的機心 OK我們先從原廠的機心開始測試 原廠機心壓到底 不要壓 不要壓對不對 當然不要它主你還是有力量 好那你放開 OK放開 看它回彈的速度 來 還是有回彈速 但是稍微慢一點點 但是它主你還是有在作動的 畢竟這個避震器是拆下來的最久的 最久的避震器 可以原廠給你們看一下 第二個二號選手 這一次是我們的MIM Suspension 台灣開發工業設計的機心 來給大家看一下回彈的效率 測試一下壓到底 這個軟Q 很Q OK好了嗎 放開 看一下回彈速度 非常迅速 非常迅速 OK接下來我們看世界知名品牌 避開頭 我們壓到底 不好壓欸 可以可以可以 好我們壓到底我要看回彈速度 來囉 以耳神放開 來 還是有回彈性 回彈性還是OK的 還是有在回彈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無名 不知名的選手 這支BMC是我們一個客人 大概換兩個月而已 然後就壞掉了 然後也過來換我們的機心 好那我們把他回 一定要把他回奏回來 但是阻尼是正常的 好我們現在放開囉 來注意看喔 一二三 欸我有放開吧 有放開跟沒放開一樣 有沒有 機心這個回彈速度 這 這個 建議你們去開沒有坑到的路 就可以使用這種機心 這個真的沒有在回彈 你看沒有在動耶 沒有在動耶 沒在動耶 幫他取名叫做 緩慢式機心 緩慢式避震器 這是回彈太慢了 這個主你真的是不太行 再次重申一次 這四支機心 都是我們回收回來的 所以他的使用年份 跟他的狀況 都有點稍微不一樣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回收回來的機心 遇到的一些回彈的反饋 跟你們分享一下 OK OK 給各位看一下四個高度 已經正常了 反正前面是趴窩的 後面比較低一點 但是也是正常的 因為避震器 如果沒有漏氣的話 都是一樣的高度 後面一樣 前面一樣 已經回到正常 該有的水準 就長這樣這個高度 給你們看一下 當時新車800多萬的車 避震器回原廠 報價四條 前面12 後面9萬 四支加起來要40萬的避震器 我們用了非常便宜 將近四分之一的價格就處理好了 給你們看完工的成果 帶你們看一下 各位 我們現在測試一下避震器 我們換完了 我們感受一下 這台車呢 講真的 新車 八百幾萬的車 可是到現在其實說真的 2011年的958 這種排氣量那麼大 現在大概十分之一 可能都摸不到 可能十二分之一的價格 就假設它五十萬好了 五十萬的車 你有可能花四十萬 回原廠換避震器嗎 我覺得會換的 應該也真的很少 如果有這個能力 換的下去的人應該找到買 又買新的卡燕了 所以我們這個避震器就是給 像這種特色的使用 就比較舊的車 比較省錢 比較便宜 那我們現在 繼續測試一下這個避震器 使用上的感受 對 當然也有人 最後會把這個 氣壓避震器廢掉 改成傳統的那個 油壓跟硬壓 彈簧的那個避震器 也有人這樣做 但是這樣就會失去的 原來這種高級車 該給你的那種舒適感 還有當你在offload 或是需要 升高降低車子的時候 就沒辦法做那個功能 那我覺得 如果原來高級車 你本來就有氣壓避震器 我強烈的建議你 絕對不是因為我們想賺錢 強烈建議你 還是要有氣壓避震器 舒適度真的是還是有差 尤其我們過一些 減速帶 減速坡的時候 這種路感就會變得很好 就是氣壓 它那個吸震的能力真的很不錯 好 我們現在找一些比較有那個坑 過那個坡的時候 感受一下 我們現在試完車了 我們試了這個坑洞的這個回彈反應 還有這個一般這個奇奇怪路面的反應 基本上都ok的 然後車身的上升下降 也都是正常的 使用起來呢 舒適度也還好 真的還是ok的 那我覺得 以保持時間的 我覺得這個車來說 它又比雙B的更先進一點 因為它除氣系統是用氮氣 它的避震器裡面打的是氮氣 比起雙B呢 在耐用度來說又更好的一點 因為氮氣是屬於惹性氣體 惹性氣體 就比較不會有什麼生鏽、鏽石的問題 那雙B呢 它這個避震器是從大氣之中打進空氣懸掛 那有中間有增過分配法 打氣泵 那久了之後就可能會造成氧化 或是一些鏽石 那種比較東西壞 那我覺得保持節跟ODI 還有那個 Volkswagen的那個圖瑞 它們都是屬於氮氣系統的封閉式氣壓避震器 那這幾種避震器就會比較的耐用一點 ok 那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有訂閱、訂閱、分享、分享 那對於有避震器需求呢也記得找我們 好 別忘了 如果想要買便宜一點 通冠密語 劉惟生通冠密語你知道嗎 不知道 晚命比精神武帥 ok ok 劉惟生現在把避震器 通通上車 欸 我很重啊 一支避震器大概有20公斤 那一盒是兩支裝 所以應該有40公斤喔 欸 說真的 我認真起來應該是可以把車抬起來 劉惟生 我認真起來應該是有機會把車抬起來吧 我認真喔 我認真喔 不然我拿一下 我覺得我認真有可能把車抬動 仔細看喔 等一下在這邊直接調下來 好 在這邊好了 耗腰 欸 這後面也是不好拆欸劉惟 欸 劉惟你錄那麼久 你應該也大概是要怎麼裝了吧 有一些片段不要剪 直接放在那裡 來這裡 就會裝了 環山路111號 二段111號 一馬當仙 一次搞定 一次完成 111號 環山路111號 一直不裝牌 喔 我會裝牌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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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牌